暑假到了又是打工的高峰期 新北市劳工局特别提醒青年学子们 在找工作的同时要多加留意求职诈骗 像是广告和实际工作内容不符 要求购买产品或者是购买服务 或者是雇主要求缴交保证金 还是扣留身份证件等等的情形呢 都是时常出现的求职诈骗案例 带您来关心 市务劳工局副局长许秀能表示 属骑士青年学子打工的高峰期 提醒青年学子务必专守 三倍七步的求职安全守折 以及留意工作的相关劳动条件 例如工资 工作时间 请假规则 工作环境安全 劳健保等等 三倍七步原则 所谓三倍的话就是三大准备 就是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我们这家公司的一些状况 先收集资料 第二个我们要去面试之前 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我去哪里面试 第三我们要去检视这一家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职签 他的一些劳动状况 是不是跟市场有一些落差 比如说工作轻松 然后带一高 我想现在这个职场上 没有这样一个工作 这个薪资这么好 就是说可能没有经验 他就是夜入数十万 我想这个是跟市场有一些落差 所以这个是三大准备 我们要注意的 副局长许秀能表示 如果有打工的需求 建议请人朋友可以注意 工部门求职就业美和活动 里头参加的厂商都是经过劳工局 筛选过的公司 不但都符合劳机法的相关规定 也都是合法可靠的公司厂商 我们都会去检视 他是不是合法的厂商 那他这些劳动条件是不是符合 比如说现在时薪 一小时是120块 那夜薪是208元 所以这个部分包括有劳健保等等 这些劳动条件 我们都会先帮忙检视 所以我们也呼吁 我们这些青年协子 如果要打工 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公务部门的这些公立救护机构 来找工作 那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安全 劳工局表示 为了为父亲的学子属起打工的权益 避免成为误入诈骗陷阱的羔羊 劳工局也启动青春专案 针对青少年教育场打工的行业 进行专案劳动检查 并针对主动查查 设有不实的政裁广告 让青少年朋友有一个安全的打工环境 杰峰强事务场报道 设有